离投票只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 许多候选人也都在做最后冲刺 目前台中市蓝绿双方都派出许多市议员候选人 亲民党台中市北屯区议员候选人邱鱼山 2018年11月2号晚间 也在北屯区民俗公园广场 举办一场亲民团结音乐晚会 活动现场有一千多位民众参加 场面相当热闹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台南市议员李景泉 也都亲自到场替邱鱼山加油打气 活动一开始还有精彩气质正妹 音乐啪的小提琴演唱表演 在这场晚会当中宋楚瑜还将一把印有北屯建设一路领先的火把传递给邱鱼山 象征亲民党为民服务精神的交接跟传承 宋楚瑜也强调来台中参观花博觉得市政府办的相当成功 所以台湾应该放下蓝绿恶斗一起提升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世界在改变台湾也要加油 把居住的环境不仅能够美化 但是更重要的利用这些移居的都市吸引更多的人能够回到台中来投资来创业 让台中能够找回生机 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的这个所在 很平和的讲 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花博我觉得确实整体的规划和相关的这些处理 我给予相当肯定的一些做法 在这一次选举当中 宋楚瑜已经第二次替邱鱼山站台 身为台中市北屯区唯一的亲民党候选人 邱鱼山说会坚持人民第一 重视福利 以女性温柔的魅力做好监督市政的工作 我很感动因为主席真的很紧我 那未来鱼山如果能够当选我们台中市市议员 鱼山一定会秉持着我们主席 那个勤政爱民的精神 天大地大人民最大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为所有的乡亲争取更多的福利 我们要为大家看紧荷包 那我们未来一定老人福利的部分 还有治安的安全光光的部分 跟我们要帮助年轻人创业 我们未来也会跟我们工业界商业界 我们要做一个连结做一个结合 邱鱼山也强调 现在民众其实对男绿双方都不满意 台湾的环境不断恶化 他希望贡献自己改变现状 努力替民众做事 撞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争取老人跟富佑的福利 让台中市变得更富足 更幸福更美好 记者陈文旭杨静台中报导 感谢观看